我覺得他講的算一副好像 我只是提供感情諮商啊 這跟我有什麼事了 你們不要再亂扯了 再亂扯我就好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相信嗎 因為克拉斯現在說的是什麼 他說其實當初就只不過是 我跟他聽了對話 而且經過你們的辯造 才會這樣子害我寒冤墨白 我好像被裸體邊吃一樣 講得非常好像 他受到各方的凌虐 你是總統府發言人 你是民進黨執政黨的愛將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個被辯造的訊息 克拉斯會辭職嗎 以他的個性他會辭職嗎 他是正常人都會說 立刻指出來說你這根本是變造的 根本完全就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拿出正確的 出來不就結了嗎 然後立刻謠言不公不自破 那為什麼在第一時間你選擇的是辭職 為什麼你會講說 我不知道他有婚姻關係 那現在他有解釋說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我當時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完全不是那個意思 誰信啊